我同事大家每個都傷得那麼嚴重 就是其實很難過 你沒有聽到疏散的那一個指令 他有其他的幹部在案 我就做你做 我累喔 名陽員工大火中受傷 人還在醫院想起當天依舊驚恐 關鍵的警報聲響 身為作業員的他根本沒聽到 是沒有疏散 有警報氣響的 然後某個人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是誰 就去把他關掉 警鈴到底有沒有想爆炸瞬間 場外有穿著制服的員工奔逃 但是有更多線上作業員還在廠房內 根據屏東消防局的調查 22號傍晚5點17分 內部通報有異位 資料顯示警報有響 20分的時候生產副客帳 發現白煙進行疏散 30分打電話報案 但是6點01分就爆炸 中間有長達30分鐘的時間 員工為何沒疏散完畢 警報是放羊的警報 很常常會有警報的聲音 可是根本是不對的 所以員工都會覺得 反正又是騙人的 警鈴聲響 員工以為又是狼來了 沒有察覺到事態嚴重 民洋倉庫堆放這麼多的 危險管制化學用品 為何沒有定期做化學防災演練 縣府事後調查 原來民洋科技廠登記項目為製造娛樂用品 建造是一般的工廠並非化工廠 縣府消防安檢並沒有助動機場 加工出口管理處 屏東深處的管轄範圍 屏東縣以廠區管轄是經濟部 加工出口區相關的違規還要再調查 火警爆炸警鈴響 沒有主管指示要趕快跑 還有人去按掉警鈴 這其中的疏失讓上百人傷亡 造成無法彌補的遺憾 三天新聞